1941年初 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的相持阶段 而国民党正在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 外务当前内战阴云笼罩着残破的国土 1月8日 两封署名为美洲鸿门总干部监督的快游代电 代表全美十万鸿门巧包 从美国纽约分别发往延安和重庆 这封信是给国共的两党的领袖 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 希望两党能够共同一起抗日 毛泽东主席就给他付了信 赞成了这个主张 制电的人是爱国侨领 中国志工党创始人之一 司徒美堂 但由于远隔重阳 此时他并不知道 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 只数千名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的晚南事变 已经爆发 少年时代 司徒美堂离开故乡广东来到美国 为了讨生活 1885年17岁的他加入鸿门制工堂 后来他成为影响深远的鸿门大佬 执掌鸿门期间 他曾资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并致力于在鸿门制工堂基础上 成立一个华侧政党 当他在美国踏上土地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对华人的这些不公和欺辱 他永远记在心里 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 我要让中国人争气 抗战爆发后 海外华侨踊跃捐资助享 共赴国难 制工党中央发布训令 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 出钱出力 以尽职责 年过花甲的司徒美堂 发起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响总会 募捐达1400万美元 但国民党制造分裂 贪污腐败的行径 却令他十分失望 因为我爷他们不知道捐回他多少钱 但是都给国民党贪污了 你们贪污了 你们不救国家 你们还迫害共产党 你们要干嘛 爷爷就跟蒋介石人翻了 后来他在重庆见到了 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 然后在跟他们的交流中 他就知道他应该支持谁 他应该反对谁 1948年司徒美堂以中国制工党 驻美洲总支部名义 电荷解放军胜利 并在香港发表公开声明 拥护中国共产党 离港反美前夕 中共为他践行 他集习亲书一封 上毛主席致敬书 他给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 表示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这种理念 支持成立自己的国家 如果需要 我接信立马回来 而后毛泽东亲笔赴信 置叛先生并党公务 早日回国 历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信件飘洋过海 送达美国之时 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 正催枯拉朽 向全国进军 那一天 借九二十年的司徒美堂 在纽约破例开界 开怀畅饮 他真的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 那么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一九四九年九月 一时茂蝶之年的司徒美堂 辗转归国 抵达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 并受邀出席开国大典 他登上天安门城楼 以满腔赤子真情 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他能看到五星红旗的升起 听到国歌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他在流泪 因为他有自己的国家了 中国能够昂扬吐气地站在世界上 开国大典之后 司徒美堂打算攻城身退 但经过毛泽东 周恩来的力挽 他最终留了下来 在近七十年的旅美生活之后 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来毛主席说 老人家不走了 你的家在这里 留下吧 怎么把它留下了 多少年没过来 这就是原来的83号 我们原来就住在这里 从老人家回来参加 我们开国大典以后 在六年 他一直在这生活 我们家的门牌号码和电话 是对全世界华侨公布的 一到礼拜天 我们家那个餐厅里 他要开两大桌 都是来的这些华侨 和那些想要求帮助的人 他是从来不拒的 定居在北京的日子里 司徒美堂通过广播 书信等方式 向海外华侨宣传 新中国各项政策 此间毛泽东也常与他会面 我的想法 华侨的想法 都是直来直去 这里头没有虚的 假的 所以毛主席很尊重他 所以很经常会在一起交流 一起共同 1951年 司徒美堂南下广东桥乡视察 了解土改情况 而后他置信毛泽东 反映了所见所想 因为他们是在海外 辛苦地劳着赚的钱 回买的土地 应该跟地主的墨学 获得这个土地 要有所欺别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 面临教义 对于司徒美堂的建议 中共中央一直十分重视 所以在各地方面 都在土改过程当中 注意考虑到了华侨的一个特点 如今广东潭江河畔 司徒美堂同向 面朝故土 备以江河 故乡他乡 愿为金粮 九十六年前 在美洲成立的中国志工党 也自那时起 就被赋予了桥的烙印 我是1966年 10月回来 10月23号吧 到农场 印尼排华 就把我们赶了 绝不赶 那边一路赶下来 当我国家派进了街巢船 一回到战江 就感觉到我们已经搭上了 祖国的国土 是自己的国民 走出去就为了一个谋生 但是心中还是中国 比如说黄改啊 医保啊 社保啊 都知道他们了解之后 他们就会帮助我们 回望百年 展望新增诚 我们感到信心百倍 志工党始终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建训自离卫工 侨海报国的宗旨 发挥自身特色 认真履行自身职能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贡献智慧和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